好嘞,各位,抱歉啊,刚有点事儿,稍微耽搁了一下 那今天呢,咱们开始学习咱们MySQL的部分的内容 那可能这个提到这个MySQL的时候啊 咱们班,由于这个学员的水平参差不齐 有同学之前做DBA的,对吧 那你听这课简直就是浪费 对,有同学呢,对他了解的比较多一些 对,那可能说你听着听着可能就没感觉了 觉得哎呀,这个我都会,我越听越不想听 但是对于不了解的同学呢,这一部分就非常非常费劲 为什么呢,因为我当初学的时候啊 我是最初开始在大学,我学MySQL的时候 这我学编程里边,我觉得最难的 它难难哪了呢,它记的东西特别多 就特别繁琐,就特别繁 完了之后,这个尤其是到什么group by的时候 又到什么各种组合搜索啊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紫查询 哎哟,太麻烦了,简直是 那会儿学得特别痛苦 后来我那会儿学的时候怎么学呢 我那会儿就单看视频 我看点视频呢 我有一个文档,我就跟着写笔记 我看着写,看着写,看着写 写完之后我也整理完了 那我就想我这个笔记我永远就可以保留着了 对,但是很不幸 后来那硬盘坏了 把我那个文件全丢了 哎呀,就是弄得你心里没招没落的 好长时间都是 所以呢各位,对于MySQL这块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 什么呢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啊 这个东西啊 就是它的这个逻辑性的思维不是特别多 逻辑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第一次学的同学 需要你记的东西比较多 可能最开始你自己下面看的时候 会觉得比较乱 那是因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你没有重点 有的是重点,有的不是重点 可能哗,我给你了那么多东西 你说我全部都看 咱们最开始学的时候 你可能学到这了 最开始学Python的时候 你也有这感觉 如果你单抓住某一点不放 往里扎 你会让你学的越来越痛苦 是这意思吧 会越来越痛苦 所以呢咱们今天这个内容呢 会跟大家有什么呢 有主要的,有次要的 有这种安排 那你会的,会 你需要你记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会给你提到 主要的你必须要记 其他的你就可以会就行了 或者是你把这个东西 记录到你某个文档 或者博客里边就OK了 有没有啊各位 你要知道你脑子里 不能把所有东西都全聚住 这是肯定的 就不要太过分自信 对 盲目自信 对,对,没错 好,那这是说 咱们开始MySQL之前 大家首先应该要知道的 这些事情 好,那 对于 露了,露了,露了,吓我一跳 那对于咱们 整体的MySQL这块 咱们大致会有几 就是有四篇博客 好像是 第一 就是大家看 在咱们的Python之路 这里边 你可以看到有两个 一个是MySQL一 MySQL二 对吧 有这两个 这两个 那 它分别就是 它分别就是 这一篇地址 还有 二 这一篇 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还有两篇 还有两篇 有一篇是什么呢 是咱们的练习题 那 如果说 有MySQL 这个语言的基础的同学 今天 咱们首先会给大家讲基础 讲完基础 我就会让你写这个 写这个什么 写这个练习题 这就是你的任务 那如果说已经有了 这个基础的同学 那你下面说 待着无聊是吧 那你 你可以选择听 如果你不听 那你就给我做这个练习题 没办法 但是你最好 你如果 最好还是听 然后这是一个 咱们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在这里没放出来 因为我还在修改 那就是一个 这个 这个索引知识的一个补充 因为在MySQL里边 以后咱们写SQL语句的时候 很大一部分程度 都是什么呢 都是对于这个 这个性能方面 要求比较高 而设计到 一旦设计到性能 那就 就设计到什么了 就设计到 创建索引 创建数据库索引 这只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 我们写SQL语句的时候 怎么命中 这个索引 如果你创建了索引 你写SQL语句的时候 又没用上 那不就白写了吗 对不对 白写了 那这是咱们说的 讲MySQL这块 大致会分为 这四篇博客 你先对咱们这一部分的内容 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了解 对呀 对谢谢 因为一点点 遗免 概念 下界 词